这咱们亲老公啊 亲老公 当然了有14天 就是一直高超 关节都是腾的不能走 对啊 因为我家里面小孩啊 所以我自己就是一个房间了 小孩子都隔离了 都是他们孙子 可能是最后啊 这个女主的相片啊 太漂亮了 我在这里面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大家评论的挺有意思的 但是评论的最多的那一条 我最后再说啊 他说喷的那点酒精 全落在水杯子里了 一个礼拜前都不敢说 现在都当段子拍了 塑料袋套头太危险 不要模仿 说实话 这种段子不适合传播 哼 这么大的事上报联合国了吗 要不要派维和部队来驻军啊 口罩这样戴做秀呢 缺心眼 水里都是酒精味的 放门口不行吗 躺在床上还化妆 遇到这样的老公 甩了他就算了 好了 那我要说一下啊 这个 最多的评论啊 最多的评论呢 说 这他妈也叫新闻 这是没报了吗 这种自拍的就是营销 正常人 谁每天拿这个手机瞎逼逼啊 我知我觉得无聊吗 无语吗 现在新闻都喜欢这样搞这个东西 薄眼球 明明是放在门口自己去拿就行了 阳性了还摆拍 我都怀疑是不是真的阳了 这就是为了吸眼球搞流量 发烧了还不忘了 不忘了老公拍段子 小编最爱这种无聊的新闻 没有正经新闻可说了吗 等等等等 就批判这个东西 不能成为新闻的人了 就居多 但是大家请注意啊 我很少见这种新闻 获得这么高赞和评论的 竟然有4832个评论 说什么呢 说大家说的 一边说的不要不要啊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要要要 一边指责他不聊 一边大家在这里热吵这个东西 真的 小编师太厉害了 抓住了大家的软肋